車頭全毀,零件外露,引擎蓋整塊撞都不見,擋風玻璃碎裂,輪胎嚴重扭曲變形,這輛是特斯拉,知名自動駕駛功能, 釀成這起死亡車禍,昨天晚上九點,國三大溪交流道附近正在施工,特斯拉駕駛開啟自動駕駛功能開在內側車道,卻不是撞上前方工程車,車頭全毀,車子打橫在中線車道。 發生碰撞後,工程人員立即要擺放相關設施進行交管,二次意外就此發生。 現場為實施設置標誌工程,在特斯拉以反動車為發生事故後,現場施工人員予擺設交通堆,在擺設的過程中,到後方以內側車道,BMW車輛,為注意車前撞上。 特斯拉撞工程車,施工人員站在車道右背BMW撞,兩個駕駛僅受輕傷,施工人員呢。 本期事故為二次事故,相關照折,本大隊收集相關證據,持續搜證並分析。 這期連環狀的受害者是最無辜的施工人員,有人點出事故交通錐擺放的問題。 但最多人痛批的始作勇者是特斯拉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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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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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汪� 名劍四散 鵝鷹牆遙遇坠 車內試駕的化型駕駛 坐在副駕駛座的理性營業員 以及後座的韓籍明性女子 第一時間全受困車內 那個駕駛經過的話 把那個駕駛脫出來就出來 他說 他其實在 這個上的這個高速度之前 他一直工作超過十幾個小時 身體就很有所合適 所以在過程中 他抗高服務進入我們主線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了自動服務駕駛 一直到輪胎壓倒東西 發出叩叩叩的聲音 駕駛才發現一切都來不及了 A Tesla Model S Slam into a pond in Castro Valley Killing the driver 好扯他真的在睡覺 我有拍到了 好扯喔 因為你開自動箱子 你也是要拆駕的 特斯拉黃信駕駛說 他有開自動輔助駕駛系統 但沒有全開 看到前方倒地的貨車 以來不及煞車